大家好,我是婉婉,欢迎来到英语听说课堂,下面开始今天的学习 先来听一下今天的片段 接下来,每个句子听两遍 这个是真的隐蔽,但我把自己放在家里 这个是真的隐蔽,但我把自己放在家里 我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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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惊 我做的,我做的,我做的,不要乱惊 我希望你能帮我 我希望你能帮我 有一个门开,但我不能够到它 有流云、我的家里,但我不闺う 这,我会选择 стоит bulb啊 是就,就,当然 so,当然 absorbed都说 每次神关门,他闭着窗门 你知道吗?每次神关门,他闭着窗门 我认为每次神关门,他闭着窗门 我认为每次神关门,他闭着窗门 OK,我们有什么? 今天的片段您听懂了吗?下面我们一起学一下吧 菲尔的女邻居有一件尴尬事 这件尴尬的事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第一个句子 先看一下第一个词 是个形容词使你感到尴尬,感到不安 那它的动词原形是 embarrassed, burb, to cause someone to feel nervous, worried or uncomfortable 这是动词,急误动词,使某人尴尬,担心不舒服 embarrassed, adjective, feeling ashamed or shy 感觉尴尬的,感觉害羞的 这个词注意一下,这个词我们叫做现在分词形式的形容词 那这个词的通常它的主语都是东西,物品 物令人尴尬 最后这个词是过去分词形式的形容词 那它这个主语通常都是人,人感到尴尬 好,第二个知识点 这是一个短语,就是把水锁在外面了 这句话呢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句型 我们一会儿会一起看一下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英文呢习惯于用长句子 比如说这句话,前面说尴尬,后面说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那我们中文通常是两个句子 英语呢用这个but就把这两个短句子连起来 这样子会比较符合英文的习惯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哎呀太尴尬了 我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那么一会儿我们还会练习一下这个非常有用的句型 好,看一下发音 辅音,原音连读 两个原音在一起 前面的原音是一结尾的 中间要加一个轻轻的加个耶的音 然后这个耶和后面的原音连读 这个t不完全爆破 这个ed在一个轻辅音后面 所以读成t 这里 哦 这个v这个音 后面这块是辅音了 那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 看个人习惯 那这个t在两个原音之间轴化成的 然后连读 中音 英语的句子中音都是十一词 content words 那么主要有下面六种 nouns 名词 main verbs 主要动词 adjectives 形容词 adverbs 副词 negative auxiliaries 否定主动词 question words 一问词 好那我们根据这些规则 大家看一下哪些词应该中读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是副词 形容词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是一个动词短语 那后边这块读的会更重一些 然后这是名词 陈述句 降调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的语调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词 embarrassing 这块呢 他用的是先降后升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他是想要告诉你啊 我还没有说完 所以没有说完的情况下 你要继续说 这块一般用一个声调来表示 好 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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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慘不对 这就是assembє测的 这就是两次 mutta 这个是 couesper 我俯的 我俯的 out of out of my house but I locked myself out of my house This is really embarrassing but I locked myself out of my house 真是太尴尬了 我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下面我们练习一下这个句子里面的句型 首先就是锁在外面 那这里呢 这个后面如果不接锁在什么外面呢 这个off是不需要用的 那如果后面接一个冰语的话 那你要把这个off加上 我们看几个例子啊 第一句话 就是我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那根据上下文 可能你知道锁在什么外面了 就没有提 那么下一句话 我把自己锁在我的车外面了 那这里后边你跟这个车了 那你就要把这个借词加上 那如果你不提这个车 这个后面这些就都可以不要了 下面我们练习一下 这个非常有用的句型 好 看第一个例子 真是太尴尬了 我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真是太尴尬了 我把自己锁在车外面了 听到朋友或同事跟你说一件尴尬的事情 你怎么回复呢 我们来看一下Fail怎么说的 这里边呢我们看这个短语 这个中文意思就是总是经常 好 看一下发音 不完全爆破 两个原音在一起 前面原音以一结尾 所以中间加个轻轻加个耶的音 这个耶跟后面的原音连在一起 这个叫原音原音连读 一地在轻辅音后面读成 句子重音 陈述句降调 好 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好 下面我们练习一下这个短语 总是经常 我总是把钥匙拉在家里 他总是抱怨他的工作 女邻居想请Fail帮忙 让别人帮忙 用英语怎么说呢 别人请你帮忙 你愿意 你要怎么回答呢 我们一起学一下 这句话里边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态 这个时态呢 其实跟时态没有关系 它是用过去进行时 表示一个有礼貌的 请求别人做什么事 请求别人帮忙 这样子 这个句型非常有用 I was hoping you could 就是你能不能帮我 做什么什么事情 看一下发音 弱读 得不完全爆破 不完全爆破 重音 陈述句 这样掉 好 请老师示范一下 是一种非常有礼貌的 请别人帮忙的方式 那对应我们中文 你可以说 你能不能帮帮我呀 我想着请你帮个忙 这样子的意思 好 我们下面练习一下 这个句型 I was hoping you could 你能不能 I was hoping you could give me a ride to the airport next Friday 下个星期五 你能不能把我送到机场 I was hoping you could babysit the kids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 你能不能帮我 照顾一下孩子 There's a window open but I can't reach it 有一个窗户开着呢 但是我够不到 这里我们主要看这个词 reach verb to stretch out your arm in order to get or touch something 就是伸出你的手臂 去拿东西 或者去摸什么东西 那么关于这个词 希望大家能够 把这个图看一下 看这个小女孩 伸手 去够东西 还有这个 点着脚尖 伸手 去够东西 看一下发音 辅音 原因 连读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两个原音在一起 前面原音是以乌结尾的 所以中间轻轻地加个窝的音 然后跟后边的原音连读 t不完全爆破 t不完全爆破 辅音 原音连读 t不完全爆破 句子中音 还是我们根据这六个 去找一下 哪块需要中毒 好 陈数据 降掉 好 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有一个窗户是开着的 但是我够不到 好 下一句 这句话呢 也很实用 就是你让别人帮忙 可以吗 能不能帮一下 愿意帮忙 你的回答是什么 看一下发音 得和耶在一起读成这个音 然后得不完全爆破 中音部分 声调 降掉 好 请老师示范一下 Would you Would you 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Sure Of course Sure Of course 我们经常说的 每当上帝关上一扇门 他就打开一扇窗 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学一下吧 You know what they say Every time God closes a door He opens a window 这里边我们需要掌握 两个短语 第一个短语是 You know what they say Used to introduce a common saying or a statement that expresses a common belief 俗话说 人们说 他们说 好 第二个短语 Every time Whenever 就是每当 每次 看一下发音 t不完全爆破 得 不完全爆破 辅音 原音 联读 辅音 原音 联读 中音部分 语调部分 这个地方 他因为后面话还没有讲完 所以他这块是有一个降生 这个语调 然后这里最后 这块是讲掉 好 请老师 跟我们示范一下 You know what they say You know what they say Closes a door Closes a door Every time God closes a door Every time God closes a door Opens a Opens a You know what they say Every time God closes a door He opens a window He opens a window You know what they say Every time God closes a door He opens a window 人们常说 上帝每次关上一扇门 都会留一扇窗 这句话我们就背下来吧 好 看一下 Every time 这个短语语的句子 She gets nervous Every time she has to speak in public 他每次做公共演讲的时候 都非常紧张 好 下一句话 I guess in this case Every time you talk about Guess 这里边 我们知道的是猜测的意思 这块其实就是跟 我想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下一个短语 In this case 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 Every time 每次 每当 Locks you out 把某人锁在外面 这个就是把你锁在外面 那就说 我想在你这种情况下 就是每次上帝把你锁在外面 也给你留一扇窗 好 看一下发音 这里有一个连读 然后不完全爆破 中音部分 陈数据降掉 好 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Or I guess in this case Or I guess in this case Every time Every time He locks you out He locks you out Or I guess in this case Every time he locks you out Or I guess in this case Every time he locks you out 最后一个句子 我们来看看现在情况如何 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OK What do we got here 这句话语法其实是有毛病的 那这里这个 Got 如果换成have 就是正确的语法了 或者是 Have got都可以 但是口语里边 错误的语法经常有 所以无所谓了 这句话意思就是 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看吧 你那个窗户那块是怎么回事 看一下发音 不完全爆破 度 弱毒 不完全爆破 中音部分 陈数据降掉 好 下次给我们示范一下 What do we What do we What do we got here What do we got here 恭喜恭喜 恭喜又看完一个视频 亲爱的你 那么有才华 却又那么努力 棒棒的 必心 晚晚祝努力的你 早日成为英语达人 我们下期见咯 摸摸大